今天是老船長回歸 螢光幕的第二天 昨天晚上不要小看 回歸的第一集電話就報現了 見鬼了是不是 也不能這樣子講 因為有很多的觀眾 在我離開螢光幕 七個多月的時間 過得非常的悶 因為他們做股票 每一天看到這種鳥盤 這什麼盤 成交量只有700多億 700多億 所有的營業員就慢慢的 怎麼樣給他凋零了 因為要成交量在800億以上 平均券商 才有辦法獲利 所以在過去 大家知道民國70幾年做營業員 簡直是怎麼樣 眼睛都長在頭頂的 三節送禮不是營業員去送客戶 是客戶 是客戶捧著鑽借 我現在沒有跟你開玩笑 什麼 那個時候你還沒有出生 沒有出生 你就是新來的 對不對 我在講台灣證券營業 風光的年代 不得了 客戶要下單 電梯要打開來 門一打開來 大廳擠得滿滿的是人 你要走到營業員前面去下單 很難 而且那個時候沒有手機 對不對 你好不容易擠過去 有的人還把那個單子寫好 丟成像球狀一樣 丟過去給營業員 營業員搞不好怎麼樣 他還不瞭你 是不是 要先打你的單 那要看你送幾 克拉的鑽借 然後怎麼樣 乘幾何時 現在的營業員一個月收入 看看有沒有兩萬塊 所以台北股市其實走的是怎麼樣 長空的格局 因為我們講所謂多頭就怎麼樣 門打開來都是人 營業大廳擠得滿滿滿 看到很多什麼 很多頭 那個叫多頭市場 那現在你門打開來 營業大廳沒有半隻小貓 那個叫什麼 空頭市場 把它講的學術化一點 就是成交量 現在的成交量一咪咪 所以怎麼樣 這個一咪咪已經多少年了 馬英九執政八年 八年我看都是一咪咪 對不對 以前阿伯的時候 成交量還比較大 所以台北股市 已經是一個長空的股市 但是在長空的股市 它裡面也有會漲的東西 這個我們不要去否認它 但是結論是什麼 所有的小閃 我們講的 帥戶散戶一定哀刀的 所以你看看你周圍的 親朋好友 老定老腳 觸逼假拼 是不是幾乎都賠得怎麼樣 嘻哩嘻啦 老船長你是住在我們家隔壁嗎 不然你怎麼都租到 廢話 從成交量 就可以觀怎麼樣 全局 但是很吊詭的 也可以說很諷刺的 打開電視螢光幕 清一色 八台自摸 不是 打麻將 過年快到了 這個 大家都在講多 那個電視機裡面 螢幕裡面的頭顧老叔 如果講空的話 他就是歷史罪人 怎麼可以講空 我們大家怎麼樣 來到股市就是要做多 對不對 所以很少人會怎麼樣 講空 現在我剛才已經分析了老半天了 如果你還在執迷不悟 你覺得台北股市是大多頭市場 那請問一下 這是大多頭還是大豬頭 我們再看小一點 我在哪裡下節目的 在這邊 我離開螢光幕 我說 將會怎麼樣 血流成河 有沒有血流成河 當然有 但是血流成河之後 會不會反彈呢 當然會 所有的空頭市場 小朋友 我教一次就知道 跌它會反彈 然後怎麼樣 再下還是再上 再下 我們來看看是不是真的這樣子 跌升它會反彈 會 然後再上還是下 反彈完之後是上還是下 下 下好離手 下 No more bets 可是老船長 台北股市 今天有漲 漲是應該的 歐美股市 我看現在應該怎麼樣 也要怎麼樣 來個大反彈 可是你不能夠因為 在空頭市場的架構下 的反彈 你就怎麼樣 又開始 變得很樂觀了 你又開始怎麼樣 手癢了 要解定存了 或是去貸款來借錢 心裡想 這個地方是底部 我應該怎麼樣 還好好的怎麼樣 來加碼攤平 到最後就怎麼樣 越攤越平 那誰會在旁邊煽風點火 你打開電視營 哇 一堆節目告訴你 這個地方趕快來搶錢 可是你看那幾個月的節目 在這邊 它告訴你這個地方怎麼樣 壓回就是要上一萬點 一萬二 到外太空 結果它講的準不準 完全不準 現在在這個地方 看到沒有 還沒有破 對不對 它告訴你這個是第二隻腳 他們的節目我不用看 我就知道他們要說什麼 因為這樣的話術 它才可以吸引到一些 我們講海事順樓 你在沙漠中 你很口渴 哇你走了很多天 找不到水的時候 這個時候出現海事順樓的景象的時候 你會真的以為前方真的有綠洲 所以人心人家講是險惡的 在這個市場 願意講真話 如果現在是一個空頭的走勢 願意講真話的分析師 是險惡 像我一個人而已 大家都怎麼樣 你不相信老船長講的話 你要一天24小時 隨便你轉台 全部都跟你說 這個地方要更積極的怎麼樣 借錢來買進 你們實在膽子太小了 對不對 越是怎麼樣 這樣市場上面 越空的氣氛 越恐怖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樣 逆勢 反向 才能夠賺到錢 你一聽有沒有道理 對啊 大家都看壞的時候 你買進會賺錢 這一句話 不知道害死了多少 無知的怎麼樣 阿呆 大家都看不好的時候 你看好 那個是因為你有過人的智慧 你的智慧已經高到 一般大家都蠢蛋 就只有你最聰明的 這種情況 才叫做 大家都說要往左走 只有你怎麼樣 哇 充滿著怎麼樣 人生的智慧 或是你知道一些消息 你非往右走 結果答案出來是往右 結果你大賺 可是你知道嗎 很多的人 他會利用這樣的一種說法 一種例子 來怎麼樣 對電視機前面廣大的 一般阿呆 很多的阿呆講說什麼 哇 這個地方 你一定要怎麼樣 逆勢操作 因為當別人都不敢買的時候 你敢買 你就怎麼樣 是Hero 是英雄會大賺 有沒有聽過這樣的言論 老船長 我們看節目看了一二十年 直到今天晚上 我們才知道 原來 原來 我們都自己以為自己就是那個 最聰明的人 大家恐懼的時候 我們反而要貪婪 我跟大家講 中華民國分析師 只有我點出來 這中間的盲點 因為有太多的人 利用這樣的說法 來欺騙很多的散戶 我告訴各位 散戶大部分都是盲目的 散戶裡面要出現那種怎麼樣 眾人皆罪 我獨醒的 我告訴你啊 我還沒碰過 更何況 現在台北股市未接在這裡啊 你跟我說你還有錢大買 你騙阿財啊 但是投顧老師會叫你大買啊 我只能說 我等一下會跟大家講一個 分享一個非常寶貴的 一種做股票的操作的方式 你一定要怎麼樣鎖定我的節目 那我先問一下導播 上半段還有幾分鐘啊 怎麼沒有秀時間啊 你看我一講導播他才要秀 對不對 擺明的是要衝抗 不是 我真的開玩笑了導播 還剩下一分鐘的時間 等一下各位喔 在廣告時間去喝一口水 好好的把心靜下來 現在台北股市接下來 為什麼老船長講空投市場 反彈皆逃命 我們要好好的來聽一下 老船長的話 我們不要先否定他所講的 要看他搬出什麼樣的事實 當然我節目上半段已經敘述了 台北股市其實他一直是一個 長空的格局啊 只是說現在有沒有可能 再像上一次7200多點的那種 血流成河被我怎麼樣 一語怎麼樣命中 這樣的一個慘況 會不會又要再來重演一次 好各位喝一口水不要走開 I will be back 對 恢復家園時 請穿雨鞋 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護 冰箱解凍過久的食物 請丟棄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積水一周就會生蚊子 廢棄容器要盡速清除 對分警覺 對分自我保護 不是青蛙不下蛋 不是鴨子不呱呱 沒有錯就是這道光 讓老船長帶你乘風破浪 一路過五關斬六將 打遍天下無敵手 你還在等什麼 02-2389-8689 02-2389-8689 您是要消極的等待機會 還是要積極的創造獲利 始發堂步 幫你啟動至剩的關鍵 發現財富的鑰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選擇 諮詢這件02-2389-8689 02-2389-8689 古海茫茫千變萬化 多空趨勢如何掌握 其實你可以有更好的選擇 啟發頭部 卓越理財團隊 整合優勢資源 以領先實力和一流績效 成就您的財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選擇 永遠只有一個 啟發頭部 02-2389-8689 好 各位請注意 我現在接下來要講的是小學 一二年級的數學 你不要告訴我你聽不懂 開始了 如果你有一百塊錢 你去買了一張一百塊錢的股票 老船長 就不是菜市場 哪有一百塊錢的股票 我現在在舉例你懂不懂 舉例 OK For example 一百塊錢買了一張股票 結果呢 就從一百塊開始跌 跌啊跌 跌啊跌 跌到五十塊 那你一百塊錢買一張 現在剩五十塊啊 你是不是賠了五十塊 對不對 叫你把它砍掉 你願不願意 老船長 砍不下手 好 你不砍哈 他又從五十塊 跌啊跌 跌啊跌 又腰斬變二十五塊 五十都沒有砍了 二十五不用講了 我留給我兒子跟我女兒 OK啊 結果經過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他又從二十五喔 漲到五十 請問你 朱曉明解套了沒有 還沒 還沒啦 吃太飽大哥 還沒有解套喔 因為買一百的 現在到五十還沒有解套 那老船長 你要跟我們講什麼 我要跟各位講的很簡單 如果 從一百跌到五十 你把它幹掉做肥料 把它賣掉 然後呢 他又腰斬拿到二十五的時候 你手上是不是有五十塊 你可以買幾張 兩張 你買了兩張二十五的時候 他又漲到五十塊 各位觀眾 你賺了多少錢 你賺了兩個二十五 是不是你賺了五十 對不對 那你本來自己有五十塊嘛 所以五十加五十等於一百塊 你解套了 所以接下來這股票 會不會從五十漲到一百 跟你沒有關係啊 你在五十塊的時候你是解套的 可是你如果當初五十塊沒有砍掉 啊 到五十塊你解套了沒有 沒有 你還虧五十 那老船長你講的是什麼意思 我講的就是各位觀眾 你必須要怎麼樣 如果你手上報了一檔股票 我先講喔 這個是有條件的喔 如果你報了這檔股票 它是非常機優的 但是它是因為整個大環境不好 整個大盤不好 稀哩花啦 跟著其他的股票一起跌 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必須要聽我的 把它怎麼樣 幹掉做肥料 但如果你買的是一檔地雷股很爛的公司 這家公司是虧損大王 我跟你講喔 它如果從一百跌到五十喔 你千萬不要怎麼樣 賣掉之後 再二十五又補回來喔 因為很可能二十五 你補回來之後 它接下來變十二點五 或者是怎麼樣 它就不動了 各位了解意思吧 就是說 你必須第一個買股票 你就要養成習慣 買那個怎麼樣 公司本身很賺錢的 因為股票有一千多檔嘛 你非要去買那個二百五 那個根本就是怎麼樣 虧損大王的公司 那遇到空投市場來的時候 你不能夠像老船長 這樣子跟你建議喔 那應該怎麼辦 那就三個字看著辦啊 誰叫你當初要去買怎麼樣 虧損公司啊 你要怪誰 對不對 我現在分析 講的 教的 是那些有聽我的話 願意買基歐公司的 有配股又有配息的 那麼你在現階段 一定要把你手上這些好股票 全部幹掉做肥料 趁著這兩天歐美股市 maybe有比較大的反彈 趁著台北股市 現在怎麼樣 也在反彈的階段 現在不是反彈嗎 現在是反彈啊 看一下 這不是反彈嗎 這邊有沒有反彈 有啊 這邊有反彈 有啊 只是比較小而已啊 你不能說他沒有 這邊的反彈幅度最大啊 是不是 這一個反彈的大幅度 讓很多的散戶去怎麼樣 解套喔 看解套 結果沒有解套 對不對 但是呢 很多的定存把它解掉了 去借錢來買 以為要上去啦 結果怎麼樣 掛掉 這邊也是一樣的道理啊 這個地方這兩天沒有跌啊 你失去戒心啊 你認為怎麼樣 哇 這個地方是底部了 不對 然後你又打開電視一看 哇 通通告訴你這個地方 要大買要搶錢 趕快啊 不買不行啊 他有各種方法 他挑出來的股票 絕對跟大盤不一樣啊 都是這些話術 這些話術在影響著你的思緒 你卻忘了去觀察 整個台北股市的成交量 八年來 馬英九執政八年來 都是一咪咪啊 我這個話 我在六年前 最少就講過啦 台北股市 只要你長期在這裡面 瞎攪拖的 通通都要輸到脫庫啊 現在馬英九快下台了 我講這個話準不準 你們長期在看我節目都知道 我不是那種 現在才來講的分析師啊 我五月三十一號去年啊 我說啊 我要下節目 至少要跌超過一千點 結果跌到七千兩百多 跌了一千幾百點啊 在我還沒有回到螢光幕的時候 他當然進行反彈啊 對不對 這不用我教你吧 反彈這一段 你要站在賣方啊 結果你有沒有賣 你有沒有賣 我先問你 沒有 你為什麼沒有賣 老船長你那個時候沒有上節目 我們怎麼知道要賣 所以現在喔 我就講 我當初也很想要再 馬上回到螢光幕來救大家 但是喔 小弟喔 在這一段時間 在這一段時間 在研究中國股市喔 我已經研究得很透徹 所以接下來喔 你們要鎖定我的節目 因為有一檔股票喔 我們不能講它是股票了 它是算ETF 各位記得00633L 看一下喔 這一檔叫做上陣2X 以後你看我的節目 你會發現 我三不五十就會分析上陣2X 我等一下那一名 各位注意看 它的成交量 我唸給你看 個十百千萬十萬 十萬多啊 我們算張好了 十萬多張啊 欸 老船長你不是說台北股市 是空頭市場 那為什麼還有這麼大成交量的 所以我說各位觀眾 你們如果硬要做多 那麼上陣2X 是你們的最後希望 你千萬不要再去做多那個喔 一整天成交量可能只剩下十張以內的 那一種是一些投顧 投顧老師他拿來怎麼樣 對他利用這一種每一天成交量 只有一咪咪中的一咪咪的 好 叫你怎麼樣 打電話進去 那麼你就會去要 那麼有 譬如說200個阿呆打電話進去 他一天如果只有成交20張的話 這200個阿呆通通下去搶 第二天 請問各位觀眾會不會漲停 會嘛 他們就是同樣一批人 很多年前也是用這樣的方法 那麼也害死了很多的散戶 還上了媒體啊 但是經過很多年大家忘了 還有股市會新來一批阿呆嘛 對不對 那麼就會怎麼樣 重蹈覆測 那如果你是手上資金有幾百萬幾千萬 甚至上億的 你在看我的節目 對不對 你硬要做多 你不習慣做空沒有關係 我告訴你 00633L上陣2X 是你的希望 為了瞎的謎 因為我認為中國股市它的位階 現在是在底部 台北股市現在的位階 是在腰部 而台北股市未來政治經濟都不會太好 所以你要小心台北股市它會回來底部 這一段你一定要避開 所以任何反彈皆逃命 我已經跟你講得很清楚了 還有100塊錢 到了50你砍掉 25你可以買兩張 那至於你買地雷股 那your business 我不管 那我才不管 你喜歡買地雷股 公司根本不賺錢 那種公司你也去買的 這個不在於我教學 跟拯救的範圍之內 了解嗎 所以你有好的股票 你把它賣掉 那賣掉手癢癢 還是很想做多 我跟大家講 上正2X 它的成交量是台北股市前三大的 而你又喜歡做多對不對 我又告訴你 中國股市現在是在怎麼樣 相對低檔 是安全的 是便宜的 你看這一檔 它今天的漲幅 再看看怎麼樣 它的成交量 這個做多有沒有大錢可以賺 如果你去你的老師報你的股票 一天成交量只有20張 你怎麼做 那是一種騙局 一堆250傻瓜蛋都會拼命打電話去要名牌 他們就報這種股票 因為他們知道這些白癡笨蛋 第二天打電話去買的話 只要一人買個 只要有幾隻 裡面幾隻貓買了幾張 它就會掌停鎖住 然後晚上他又上節目 或下午就開始表演了 你看 我昨天送出去的股票 果然是掌停板 有沒有 主管機關會不會抓 不會啊 所以這幾年 馬英九執政這幾年 這些人都怎麼樣 一直在節目上 用同樣的方法 持續的幹這檔事 如果你曾經上當過被騙過 你就知道我在講什麼了 所以回歸到最後的結論 今天時間過得很快 任何的反彈 你自己去 因為我不知道你買什麼股票 你就要早點怎麼樣 把它幹掉做肥料 好不好 那在過程當中 你不做台北股市的任何股票 不做多喔 但是你硬又想要做多賺錢的話 你要鎖定00633L 上陣2X 我今天就分析到這個地方 我也 你看我節目也很少在做生意 也不用你什麼 打電話進來 我有什麼優惠都不要 我很希望各位 把我今天整集節目的話 好好的記起來 而且要徹徹底底的 開始去實踐 你的人生 你的未來 才有很美好的機會 否則 你永遠在這個漩渦裡面 你是沒有辦法翻身的 感謝各位收看 明年同一時間 再會 拜拜 我送給你 待會 是 我懂 你 你 我